放眼宇宙 党媒猜测中国或见更多射电望远镜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近日报道称 据一类参与提案的资深科学家透露的消息 地球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位于中国西南地区 而中国正在考虑在建造五个类似大小的射电望远镜 以研究外星人和其他宇宙民团 报道称 位于贵州省喀斯特山区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占地面积大道 足以同时举行30场足球比赛 中国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吴向平教授说 自2016年建成以来 FAST射电望远镜已经取得了很多重大发现 中国政府计划将一地区的射电望远镜数量 扩大到六台 吴向平说 这将使我们领先世界50年 参与FAST射电望远镜项目规划的北京师范大学 天文系教授吴江华说 该望远镜的建造花费1亿多美元 大约相当于建设7公里长的高铁的平均费用 他说 这包括对新技术的研发投资 未来的望远镜或多或少将仿照第一台望远镜建造 其成本很可能会降低 吴江华说 建造这些大型望远镜 对其他国家而言可能是个挑战 但这正是中国的实力所在 望远镜越小 工程挑战就越小 徐元新说 但是 小型望远镜阵列 将需要一台非常强大的计算机来处理这些数据 据了解该项目的研究人员说 尽管政府仍在评估相关计划 但有关六台巨型望远镜的提议 得到了天文学界最多的支持 报道介绍 Fast望远镜具有前所未有的灵敏度 他发现卖冲星的速度 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其他望远镜 这是一项探测地外文明的国际努力